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到底美元现在的一个走势到底是何去何从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就是明天凌晨 美联储要公布一个利率会议 那么来商讨这个是在九月份的时候 美联储会不会进行一个什么继续降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同时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个总统特朗普 那么他对于未来的一个汇率到底是怎么样的看的 那么昨天他在推测上同样的说了 认为美联储要为了要降息 而且要大幅降息 要降一百的基点 也就是要降百分之一 现在我们知道经过了八月底 八月三十一日的一个美联储的降息 现在那个利率维持在百分之二到二点二五的这样一个水平 如果要降百分之一的话 那么当然了这个就是要降到百分之一这样一个水平 当然了这个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并不是正式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现在大家特别要留意的一点就是 现在汇率主要的一个决定权还是在美联储身上 那么美联储主席目前是抱怨 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我用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 举给大家听 那么就像一家公司 特朗普他就是一个big boss 他的大老板 那么鲍威尔他是 鲍威尔他就是公司的CEO 然后呢请了他是为了让公司的业绩做得更好 当然了有一样这样的一个条件 也就是你必须要听大老板的话 那么我们纵观鲍威尔上台之后 他认为美国的经济是放在首位 如何要降息 加息降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 这个是要根据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情况而定 而并不是你美国总统一厢情愿 想升或者想降 并不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看上个月的月底 也就是美联储降息了 但是作为教科书本上我们学到的知识 一个国家如果降息 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要贬值 如果是加息 那么货币要升值 这个是我们书本上学到的知识 但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美联储是降息了 但是美元指数有没有下跌呢 其实并没有 我们把图形打出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美元指数啊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目前是在98.23 那么昨天也是冲高回落 然后今天是个小幅正当 那么我相信在美联储利率会议之前 市场上行情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但是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并不是刚才我说的书本上我们学到的知识 如果真的是这么走的话 那么我相信大家都赚钱了 没有人亏钱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美元的一个情况 它的一个涨与跌 其实和美国本土的经济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么换句话说 那么什么才是影响美元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呢 除了中美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壁垒 大家知道如果关系紧张 美元会下跌 如果关系缓和了 美元会上涨 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行情 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中美贸易战 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走了 而目前的美元指数 这里就好比像那个孙悟空 Monking King 相信在听的各位 应该也对于就是中国的一个神话 有一定的了解 孙悟空Monking King 那么他非常之厉害 他厉害不光是指他的什么本领 他是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那么美元指数 大家看一下目前的美元指数的走势 那么他其实和孙悟空是一样 美国本土经济的好与坏 其实对美元的涨与跌 没有太大的关系 或者说影响并不是很大 那么什么才是影响美元的 真正的一个走势呢 那么在货币市场当中 美元绑架了欧元 但我们也知道 在1999年欧元之父 蒙德尔 他成立了欧元主要的一个目的和初衷 就是为了和美元做抗衡 但是现在很可惜 现在欧元已经沦为美元货币调控的一个工具 换句话说 任何的货币都可以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 但是唯独欧元不行 因为当初成立欧元 他70%以上的成值是挂靠在美元上方的 那么简单的理解 美元上涨欧元 他就一定会下跌 没有意外 那么同样的 在贵金属市场当中 美元绑架了黄金 大家都知道 国际市场上黄金的标价 是美元和盎司来计价的 那么换句话说 美元的涨与跌和黄金是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同样的 同理可证 黄金价格的涨与跌 同样和美元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那么所以说 还有一个 那么就是在能源市场上 我们的原油 美元 以美元计价的原油 是同美元来计价 换句话说 油价的涨与跌和美元 又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是Opositway 翘翘板的关系 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说 在不同的市场当中 美国 华尔街 那些所谓的精英 他们可以利用 欧元的涨跌来控制美元 可以利用黄金的涨跌来控制美元 那么同样 可以利用什么 原油的涨跌 来控制美元指数 大家也看到了 欧元之前是什么 是正当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原油也是一蹶不振 目前一直在55附近 这个在排缓 这个是对于总体的一个average price 它是比较低的 它是below average price 那么原油应该有的价格 是在70到80美元一桶左右 但是现在50多 55 56处于偏低的水平 那么黄金也是一样 所以说美国可以通过各样的一个方法 来调控美元指数的关系 那么同样的现在目前美联储内部对于 美联储未来要不要继续降息 这个是意见还没有一定的统一 上一次降息 那么是因为什么 这个叫防御性的降息 认为美国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经济危机 所以呢我们预防一下先降0.25个基点 然后再试国际上的情况再看 那么现在由于美联储率先降息了 那么其他的国家丰丰会效仿 像澳大利亚新西兰 那么紧接着的欧洲央行 日本央行英国央行 包括我们的中国央行会不会跟着美联储的步伐一起降息呢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相信对美元指数又是一定的利好的关系 因为非美货币如果下降的话 这个对于美元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一段作用 所以说今天晚间 如果各位还没有休息的话 凌晨两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美联储的一个利率会议 大家到底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引 这里比较重要 好那么我们回到盘面当中 我们来看目前美元指数是在98.21 这一波特别是什么 从上周三到现在目前为止 基本上美元指数是维持在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么所以说目前美元指数虽然有降息的预期 但是它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劲的 特别是上一周的零售销售数据 Retail Seller 这样的数据是比较强劲的 所以说美元指数是反弹的走势 那么目前从昨天的一个行情来看 冲高回落 那这里有一个知识点 大家要记一下 那么就是什么 这个是头部的一个迹象 阴线包裹了阳线 那么这个是在K线的一个理论当中 九田战法当中是有提到的 这个叫阴包阳 阴线包裹了阳线 那么这个就是做一个短期的头部的一个迹象 所以说美元指数 它虽然还是比较强势上涨的一个态势 但是不排除短期有头部的出现 这个是阴包阳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而且目前的一个价位是在五日均线下方 所以说未来回落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好 再看KD指标 目前KD指标是在六十八十这样的一个区间 一旦当未来的价格出现了回落 KD快速线 拐头向下 穿越慢速线 形成均线上的死差 这个KD指标的死差 那么也是预示着未来的大概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 所以说美元指数它虽然强势 但是它总是涨涨跌跌跌跌涨涨 那么总的一个区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上方的压力是在布林通道上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目前是在九十八点七零 记住啊 九十八点七零 那么下轨的位置现在是在九十六点八零 两百日均线的位置是在九十七 那么换句话说 目前美元指数的走势 小一点说 那么在九十七到九十八点五零的区间 大一点的话 上方九十八点七零或者七五 下方九十六点八零 前期高点九十八点九四 那么这一波能否突破前期高点 我这里呢 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make a big question mark 因为现在没有很好的数据或者支撑 美元指数再次冲高 除非这次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上面 美联储会议下一次利率决议宣布不降息 那么美元不排除有近一波上涨的可能性 但是不要忘记啊 当美元指数价格高了 国家会出来干预 特别是特朗普啊 他很喜欢干预美元指数 那么同样的美元指数价格低了 市场呢也会出现干预 毕竟美国的美元啊 还是世界主流的货币 全世界货币的老大 那么对于啊 美元指数如果过于贬值 过于走低的话 那么这个是对于美国啊 特别是美联储去兜售国债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说这点情况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美元指数啊 他可以强 他可以弱 但是呢会是在一定的一个幅度当中 不会过强 也不会过弱 还是还有一点 刚才我提到了啊 如果说美联储在未来保持利率不变 那么欧洲央行 各国央行都会按捺不住风风的降息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如果说欧洲央行降息了 那么我相信欧元会持续走低 那么欧元的走低 这个对于美元呢 又是一个利好支撑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啊 都是相辅相成的 这个就像我们学习那个物理一样 利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那么在外汇市场当中 同样是出现的 同样是存在的 所以说各位投资者 要特别的一个留意和当心 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 美元指数在未来的一个一周的情况 不出意外的话 会有一定的回落 那么关键的转折点 就是在今晚的凌晨两点 美国的利率会议 虽然他们会直接公布啊 最终的结果 但是会给到我们很强的一个指引 九月份美联络到底降息 还是不降息 这点很重要啊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啊 欧系货币 那么第一个欧系货币 那么就是欧元 刚才也说了一点 有关欧元 那么我再次的强调 欧元的走势 它无法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 既然在刚才我们分析出来 美元指数 它呢 是有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 既然美元指数有回落 那么对于欧元 对美元 EURUSD 那么在未来的一周的情况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会出现一定的反弹 下方1.1050 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点位 虽然前期的低点 在1.1026 是在2019年8月1日 本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然后出现的 然后出现了一个反弹 上方压力位是在200日均线 也是布林通道上轨的位置 是在现在目前在1.28 1.1287 这样的一个点位 所以说欧元 在未来一周的时间 还会有进一步的反弹的空间 所以说目前欧元做多是合适的 因为美元指数差不多 它的头部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各位把握好机会 欧元在未来的一周的时间 会有一定的反弹 那么上方的压力是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点 压力位 第一个压力位是在1.1150 如果有效突破的话 看1.1200 再看1.1250 再看1.1300 附近 每50点就是一个压力 或者是支撑 这些点特别要当心 大家小心 把握大的方向 美元指数有回调 那么欧元有反弹 这个是对于 这个是欧元 那么再次强调 明天晚间欧洲央行也有利率会议 我们要密切的关注一下 未来欧元会不会紧随美元的步伐而降息 这点很重要 因为利率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汇率 未来的走势何去何从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欧元大概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英镑 相信很多的投资者 对于英国脱欧这件事情 已经是耳熟能详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么欧元 欧元区 欧盟 他到底对于英国脱欧这样的情况怎么样 大家也知道 欧洲新的首相选好了 Johnson 然后之前的特里莎妹 特里莎妹 他辞职了 然后新的总统上台了 那么他的一个态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硬 因为他从小就认为英国要脱离欧盟 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贸易体 而不是依附在欧盟之下面的 这是他从小的一个愿望 所以说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当英国的一个首相 然后采取一个脱欧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因为脱不脱欧 之前的公投已经决定了 那么现在的脱欧是有条件脱欧呢 还是无条件的脱欧 我这里做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 For example 就像两个人结婚之后离婚了 They are divorced 离婚了 那么离婚了之后 那么财产怎么分割呢 以后的孩子怎么样 的抚养权归谁呢 这都是一个问题 就让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 叫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in Shakespeare 这是一句很经典的话 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探打的一个问题 那么一样的 英国在脱离了欧盟之后 那么它到底是会怎么样呢 很多人大家也看到 从汇率的走势来看 从英国脱欧 到之后的什么纠纷 一直纷纷扰扰到现在 目前还没有搞清楚 英镑一直是处于总体震荡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目前英国英镑的一个汇率相对来说 是在历史的第一点 我可以把图形缩小给大家看 大家看历史高点 Record history Horgest point 2.11 Lowest point 1.05 高点 低点 那么如果 We take the average 就是中间 middle的位置 也就是1.5 到1.6 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么现在 英镑 从90年代开始 到现在 目前为止 它都没有这么低过 上一波 1.20 得到支撑 这一波 不出意外的话 1.20 也会得到支撑 那么既然是什么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得到支撑的话 那么后期的走势 我相信应该以反弹为主 现在英镑是很好的机会 是投资英镑 It's a very good chance to invest British Pounds Because right now is the record almost lowest point during the history 所以说 目前英镑的一个 点位 相对于 历史来说 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如果说 要投资英镑的话 现在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或者最佳的 一个时间段 那么下方 这个是短线的一个操作的话 那么短线的一个支撑是在 1.2100 再下方 1.2000 这是比较关键的点位 如果能够守住的话 后期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弹 那么上方 1.2200 到1.2250 这是目前上方的一个压力位 所以说英镑 现在目前还是在 1.2000 到1.2250 这样的一个区间 进行一个成团震荡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 能够什么 摆脱阴霾 然后彻底的反弹 那么我相信 还是要等到 10月31日 End of August End of August 因为那个时候间段 已经什么 已经非常明确的 已经表态了 那么到底降息 不是 sorry 不好意思说错了 到底是脱不脱 这个是有条件的 还是没条件的 如果没条件的话 那么英镑还会有一定的下跌 但是空间并不大 如果是谈好条件 包括在昨天的 一阶段的行情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 德国总统 这个是默克尔 已经是有意愿和英国进行的谈判 因为英国如果脱离了欧盟 那么北爱尔兰 他们在闹独立 他们说我们要独立 我们要和爱尔兰合并 因为大家知道 英国的一个全称 British Columbia 然后就是北爱尔兰和大布列列 及北爱尔兰共和国 以前爱尔兰也是属于英国的 后来独立了 但现在北爱尔兰还是属于英国 北爱尔兰要求独立 要求加入爱尔兰 而且要加入欧盟 所以说现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国土在分裂 不知道英国的一些当局者 他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英镑大家知道 现在主力的方向并不是做空 而是我们要考虑 现在是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反而是什么 是在接近1.20的位置 选择做多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所以说大家特别要记住 如果喜欢做英镑的话 你们现在不是做空 Not for sale We can choose buy because it's already lost during the history point 所以说英镑特别大家要留意 不要去一味的做空 因为如果在这个点位 你们被套的话 那么我相信 这个未来什么时候能够解套 这是一个未知数 We don't know 但是如果在这个点位做多 被套 那么我相信它一定是暂时的 很快会解套乃至最终的一个盈利 但是现在 很难说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在1.20附近做多 到1.5或者1.6这样的一个位置 平仓 of course 这个当然是比较长 long term invist not short term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上去 这个是什么 不是几千点的行情 而是有 是差不多有 3000点到4000点的行情 如果我只做0.1手的话 我的获利就是3000到4000美元 USD 如果你说一个标准手的话 就是3万到4万的一个投资回报 那么这个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考虑的 good chance for invest butage month 一定要记住 好了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交易货币 对 那么就是 Japanese yen 日元 对于日元 我能够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 其实很简单 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 每一次我都会讲到 因为日本是一个靠出口维图的国家 但凡一个国家靠出口 那么一定要落实货币 减 那个贬值货币 这个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所以说对于每日的总体走势 它我永远是什么 看着 just buy do not sell 因为贬值向上 每日是什么 是向上的一个走势 每一次行情的下跌回落 都是给我们机会进场 做多 所以说 目前的一个波动的区间 大家记住 在105到107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么换句话说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上方还没有被打破 那么如果有效打破107上方的压力位 上方能够来到109 乃至更高110的位置 也就是200日均线 那么在这个位置 现在接近105或者什么105到106的区间 都是比较好的机会去做多美日 那么还有一点好处做多美日 就是我们知道隔夜息差 做多美日的隔夜息差 它是正的 我做过一个统计 那么如果说我开了一个账户 一万美元 我做多一手美元对日元 我就放着 我就每天拿它的隔夜息差 它的投资回报有多少呢 20% 20%的年回报率 也就是说 当中的波动 我不管 我只拿投资回报 每天晚上的 这个是隔夜息差 就有2000美元 20% 投资回报 这比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 那么再加上 做多美日 在总体大的方向上面 是不会错的 因为大家记住 一定要记住 我说的 对于美元对日元 日本是一个靠出口为主的国家 它一定要落实货币 贬值货币 这个才是符合这个国家的根本利益 这个是日元 总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目前是在106.50 所以说 未来看能不能突破107 突破107 向上去寻找109 乃至110 下方接近105的位置 做多 这个都是非常合理的投资 然后我相信 各位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操作的话 一定会有比较丰厚的回报 黄金 这个是 大家也看到了 今年黄金的表现 非常之不错 但是现在目前黄金总体的走势 何去何从呢 之前最高涨到1535 这样的一个高位 今年的高位 那么随即出现了横盘震荡 到目前为止 还是处于横盘的震荡 其实它并没有有效的下跌 只是在一个横盘震荡 这个是属于强势行情的走势 那么未来黄金会不会超过1535 这个我目前不清楚 我们要依照未来的一个行情走势 我们再来看 但是目前短期的 short term invest advice 建议是什么呢 目前黄金是总体是承压下行的 大家也看到了黄金在1500整数关口 多空双方已经什么 争夺的非常之激烈 那么再加上之前的这一波行情 从1266到1535 其实它的涨幅已经达到了 这个是average的那个range 它的一个什么平均的一个涨幅已经达到了 因为现在每年黄金平均的一个涨幅 也就在200美元左右 那么它已经是超过 它已经超过了 150美元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黄金 大家看啊 目前虽然是在1500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我们看均线开始拐头 KD指标出现死查 这个都是运势后是什么 看空的这样的一个讯号 那么如果1500这样的一个位置被有效跌破 那么下方第一个支撑位是在1480 第二个支撑位是在1460 那么如果啊 我们可以用黄金分割 Fibonacci 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支撑到底会在哪里 1266年内低点 1535年内高点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什么年内的低点 高点来分析的话 那么下方第一个支撑位会在1434 附近 离现在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但是不管怎么样 短线黄金总体的一个重心是沉压向下的 所以说现在目前啊总体黄金操作思路和以前要有所改变 不像之前啊每一次回落都是买入做多的一个机会 现在市场上啊在培养大家这样的一个思路和情绪 认为啊他要让你们认为每一次回落你们都买以后会涨反弹你们赚钱了 这个就像跳舞一样的 这个叫tempo 这个叫节奏啊 他现在是在什么 试图 try to catch up 是想带着你的节奏 每一次回调让你买 回调让你买 到时候真正的回调出现 你再买那就不好意思 他一定会套你 一定会什么 让你输的 倾家当产 所以说黄金特别要当心 现在的思路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现在总体是向下的这个走势 而并不是向上啊 当然了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很关键 他也会左右黄金的影响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算黄金再涨 就算超过1535的高点 那么离上方啊 年内的高点 其实已经是不远了 所以说这点大家要记住 特别是做黄金啊 不能够在意什么强力做多的思维来考虑问题 好 最后啊 跟大家分享交易品种 那么就是原油 那么大家也知道原油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啊 所以说无论价格高也好 低也好 我们都会选择都会用都会买 但是目前国内啊 这个是国际市场上原油的价格 其实它并不是价格太高 现在目前在五月四零附近啊 行情也是涨涨跌跌跌跌涨涨 那么目前原油啊 其实并没有很好的投资的一个机会 但是啊 大家记住 当原油 纽约原油的价格 接近五十的位置 五十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机会啊 Best chance to invest 所以说每一次当价格回落在五十附近的话 记住啊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买入 最好的机会买入 但是现在啊 五十五五十六可上可下啊 所以说很难去判别它的走势到底是涨还是跌啊 所以说目前对于原油我们观望 但是记住每一次回落都是买入的机会 那么上方短线压力五十七 再上方五十八差不多就到这个位置 这一波很难再到六十 下方五十四支撑位 再下方五十二 目前就是在五十二到五十八这样的一个区间运行 但是如果有一次或者有一天啊 如果大家看到原油的价格是在五十附近 或者五十到五十一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话 那么不要忘记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啊 投资原油做多原油 那么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赚的盆满波 因为我说过原油是什么 生活的必需品 而且当现在是夏天啊 当天气开始转凉了 冬天越来越近了 原油的消耗也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那么到那样的一个时候 原油的价格会一定会怎么会走高 所以说原油总体操作的思路 还是建议大家逢低做多 这个才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总释 好了啊 这个是目前啊 这个是能够给到大家啊 这个是分享的这样一些内容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非常感谢啊 在座的各位 然后呢 就是有时间来听我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行情的一个解析和分析啊 但是这是第一次啊 用中文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服务 然后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啊 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意见或者是建议啊 也希望大家留言给我 我在这里会做一个是吧 更好的完善 为大家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啊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非常高兴 那么我们下一次节目 下周我们再见 拜拜